第一章 人生十字忧患时 同心 我们不应该停止探索 而所有探索的尽头 都将是我们出发的起点 并且生平首次了解这起点 埃略特 T.S.Elligate 蝎子 和中国一样 美国学校的新学年 也是在夏天接近尾声时开始 早也盼 晚也盼 终于到了9月5号 那是大女儿上一年级 和小女儿上学前班的头一天 两个人既高兴又激动 同时还有点担心的心情 一于言表 使我们也身为之感染 按照学校的要求 在确认一切学习用品 都准备就绪后 大家才显得胸有成竹 吃晚饭时 我发现他们不像平常那样专心致志 就问为什么 他们说因为太高兴了 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吃完上学前的最后的晚餐 像往常一样 我们要督促他们在9点以前就寝 并在半小时后巡视一遍 但那天晚上 已经灭灯一个多小时了 我在过道里听见大女儿 还在床上辗转反侧 不能成眠 于是轻轻推门进去 问她在想什么 她说 我真的不敢相信 明天就可以乘坐小车了 当地的法律规定 一年级以上的学生 可以乘坐小车 我说不要紧张 不仅明天 而且往后都有机会 不过 今天要尽快入睡 否则 明天早晨如果起不来 就会迟到 她不让我离开 要我站在床边等她 进入梦乡之后才能走 在一片漆黑中 我直不知窗前 掀开窗帘的一个边角 探望庭院里的夜景 只见无数萤火虫的点点亮光 在草地上飘忽变幻 好似天空中闪烁的星斗 树梢上的月亮 被怀念和乡愁拉弯了腰 宛如一夜小舟 在寂静无声 茫茫无边的宇宙中画航 似乎在诉说与地球 心心相印的情怀 皎洁的月光透过林子 化为落叶 飘了一地 小溪里的潺潺流水和池塘里 青蛙发出的天籁般音符 扣及我的心扉 会成一条浮想与思念的江河 冲开了风存已久的记忆闸门 故园三十八年前 别梦依稀到四川 故园三十八年前 在距离女儿的学校 一万五千多公里的地球另一端 星星还是哪颗星星 月亮还是哪个月亮 我可能也在听取蛙声一片的夏日深夜 因牵挂于一日的新生入学报名 而难以成眠 但是我期待的不是乘坐小车 而是可以背上书包走进学堂 因为在那时的农村 如果家里没有成人留守的话 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 只能每天背着用竹子边的背兜 随父母一起走向田野 上学无疑意味着要将背兜换成书包了 而且可以坐在教室里 不再被风吹 日骰和雨淋 我所就读的学校 是由十个生产队组成的大队小学 离家有一公里半的路程 从家里出来 是既没有铺水泥 也没有柏油的土路 大约有两米宽 是村里与外界相连的唯一交通要道 朝南往外走四 五百米后 分道上小路 过一条小河 就是一米见宽的田梗 直通到学校 不管是土路还是田梗 晴天走起来尚渴 但一遇下雨 路面就全被泥泞覆盖 稍一步留神 脚下就会打滑 如果是在上学的路上滑倒 被泥泞弄脏和打湿的衣服 定要伴你到学校潇洒走一回 并让你成为众人主目的对象 小学的学制是五年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共有五个班 一百人左右 不过 学校只有四间教室 外加一个礼堂 教室和礼堂都有窗户 但上面没有玻璃 使得我们每天都能呼吸到 新鲜的空气 全校只有五位教师 其中三位是就地取材的本地人 当然都是农村户口 另外两位中 一位来自乡镇 一位来自县城 由于学校没有伙食团 除了两位来自城乡的老师外 其余的师生 每天都必须回家吃中午饭 这样一来 无论是烈日当空 郊阳似火 还是朔雪飘零 寒风凛冽 我每天要在家与学校之间 往返四趟 行乘达六公里 来自县城的张老师 担任我们一年级的宇文老师 同时也是班主任 张老师来到乡下 是因为家庭成分 属于当时的黑五类 地主 富农 反革命 坏分子 右派 他的丈夫也被安置到 与他相隔几十公里的 一个山区执教 在远离都市的偏僻乡村 我头一次近距离端向 城里人的容貌 聆听到外地的口音 就觉得学校是一个 有趣 长见识的地方 在我看来 张老师的端庄 典雅和高贵 完全是天然的 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 刚进学堂的六岁孩童 也能欣赏 一点不像如今那些 经过雕饰和包装的美 只有专家们才敢恭维 他的住房 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 偶尔从门前经过时 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皂味 在那时的农村 香皂是非常奢侈的日用品 只有极少数人能买得到 或买得起 比不得现在的人 即使用香水 也像喷洒驱虫剂一样 当时的课程 大概就只有语文 算术 唱歌 体育 以及后来的劳动和写毛笔字 前两门课是我的强项 常得到班主任的称赞 加上自己老实 憨厚 就被认为表现出色 是个不错的学生 课上没有学习的压力 课后也没有家庭作业 每天上学的心情 就像过年似的 完全不像有些大人 吓唬小孩子讲的那样 上学就如同给子牛穿鼻子 被绳子套住后 就再也没有自由了 唯一觉得有点负担的是 为了学算术 自己需要准备小棒 通常是把竹子的小枝砍下来 选择笔筷子稍微细一点的 将它们切成一样的长度 大约要装一百多根在书包里 才能用它们放心上算数课 在一番风顺之中 很快就进了二年级 仍然是张老师担任语文老师和班主任 使用同一教室 我稳中有声的成绩和不善言语的表现 不断赢得他的肯定和赞扬 最大奖励是被他任命为 广播体操的司令员 那时 为响应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制度的号召 只要不下雨 学校在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 要集中所有的学生在操场上排队 一起做广播体操 做体操时 需要一个人站在队伍的前面 发号司令 这个司令员 游歌班的班主任老师 从自己班上表现出色的学生中 选出来轮流担任 没有话筒 更无扬声器 司令员只能凭自己的嗓门 这样呐喊 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 第一节上支运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当喊到第八节 也就是最后一节的跳跃运动时 节奏猛然加快 一百多人高频率的同步拍手 跳跃打数十秒 大家在将身心的疲惫陡落的同时 又激起地张的尘土向上飞扬 那些随风而起 飘落到人身上的黄沙 只有等到下一次再做跳跃运动的时候 才有可能回归大地 担当广播体操的司令员 使我在十字后第一次成为公众人物 在当时 那算是相当大的荣耀 客观地讲 在一二年级里和许多同学一样 基本上处在被承认和赞同之中 所以我喜欢自己 喜欢班主任老师及其他的人 不曾与人争斗 觉得学校是一个有吸引力 很有善的地方 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 既没有父母的苦心经营 也无老师的友谊栽培 凭借好奇 好学的本性 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可以认为 只要没有外来的敦促 催赶和逼迫 就不会有内在的压力 和心理上的冲突 学生的自信和真诚 也就不会失去 就在我的学习蒸蒸日上 憧憬着更有希望的未来时 忽然间跨进了三年级 我们从原来的小教室里搬出来 到空空荡荡的大队礼堂的一个角落里上课 礼堂是大队专门用来开斗争大会的地方 几年前 我奶奶被人亮亮呛呛地推丧到台上 挨批斗时 还没有到上学年龄的我爬上台去 紧紧依偎在她身边 直到斗争大会结束 礼堂内泥土的地面被撕心裂肺 垂胸顿足的人们 堕得凹凸不平 让后来的读书人 难以放下一张安稳的书桌 张老师没有与我们同情 而是由重新去担任一、二年级的班主任 我们三年级的班主任 由一位临时待课的老师担任 他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也姓四 且和我属同一辈分 他的话我听得清楚 但是他的课却听不明白 别人说他是茶壶里庄汤圆 有货道 道不出 一直有才 不过与阎祖之能力欠佳 开门办学 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原因 我无法在大礼堂里集中精力上课 几个月后 成绩就像午后看太阳 煤矿玉下 加上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 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学校响应上级的号召 任真冠车落时 开门办学的教育方针 具体的做法是走出去 请进来 也就是让学生和老师走出校门 到生产队去帮助农民种地 施肥和收割 同时邀请农民到学校来做报告 讲述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所遭难的岁月和受苦的日子 为加深对报告的理解 学校临时搭起炉灶 煮西饭名曰 以苦思甜饭给大家吃 饭后 要同唱以苦歌 不忘接几苦 作为回应 记得歌中唱到 天上不满星 月亮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速苦把冤身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愁 千愁万恨 千愁万恨 涌上了我心头 织布书记 分三类 挂在心 歌声淒淒淒 悲悲怯怯 让不少人哭得鼻涕脸口 咬牙切齿 连本来鸡肠碌碌的胃也渐渐平息下来 不再翻滚如潮 鸡情燃烧完了以后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暗自琢磨 为什么织布书记 分三类 而且还要挂在心呢 直到上了初中 看到了不忘阶级苦的歌词 才明白 织布书记 分三类 是止不住的心酸类之物 不由的唏嘘叹息 在那个肚皮空空 精神饱满的荒唐年代 随声附和 以鹅传鹅的不良风气 越发在校园内外大行祈祷 随着开门办学的方针 被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走出去 请进来的活动 就越演越烈 学生已经不再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 而是以农为主 我们不仅被派到生产队 帮助农民抓革命 促生产 而且在想荒山要粮的口号下 开荒种地 记得当时 从山上收割回来的麦子 黄豆和豌豆等 就堆在教室里 或挂在房梁上 大晴天时 他们都要被搬到操场上去报晒 就如同惩罚违规学生一样 下午 操场就变成大麦场 同学们一改平时在家里帮父母干活时的温文而哑状 哥哥龙腾虎跃 晦汗如雨 像蜜蜂一样的忙着打 翻 扫 筛 转眼之间 就沉满面 饼如霜 彼此相逢不相识 收完所有的麦子和豆子后 我的三年级就结束了 终于离开了开斗争大会的礼堂 搬进了四年级的教室 从乡镇来的廖老师担当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直到五年级毕业 廖老师也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 被赶出了乡镇 下放到了农村 成为时代和制度的祭品 他是一个叫温和 很少发脾气的人 负责我们的语文课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每个周六放学后都要步行十多公里 回到镇上和家人团聚 礼拜一的早晨再赶回学校 看到他数年如一日地履行着一家之主的责任与义务 不由地常常羡慕他的儿女们 无论是张老师还是廖老师 或其他从城里被下放到农村的老师 都既是那个体制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又是其受害者 本来人类的祖先都来自农村 在泥土里刨石 只不过渐渐地 有的人不再从事养殖和种植 聚集到某块地方 从事贸易服务等 有别于农业生产的活动 并把那地方圈起来叫做城市 为了防止城外面的人轻易地进城 分享本来就有限的空间和资源 于是就发明了户籍 当时的户籍既像一条锁链 将人们牢牢地捆在出身之地 动弹不得 又如一把无情剑 在城镇和乡村之间 批除万丈深渊 造成了如同隔世的城乡差别 因此 城里人城治同类的方法之一 就是把他们驱逐到农村 使其一落千丈 对城市渴望而不可及 真不知道究竟是城市 使人变得冷漠和狭隘 还是原本就短视的人 刻意要将自己的身 心 灵 都囚禁在城里 我们的算术课由校长担任 虽然他也姓四 并与我同辈 但至今还是不敢和他称兄道弟 算术 在当时就是诸算 是以有近两千年历史的中国算盘 为计算工具 并服以诸算口诀来进行 加 减 乘 除的方法 比如说 不敬畏的加法口诀有 一上一 二上二 三下五除二 四下五除一等 其中三下五除二已被广泛运用 引申为习语 以为做事迅速快捷 记得上算术课时 我们一边故意将算盘珠子 拨得劈劈啪啪乱响 一边放胆朗诵 猪算口诀 让全校师生都知道 我们在拼命练习猪算 担任算术课的校长 住得比我远 每天除了上课 处理学校的杂事外 还要急急忙忙奔向田地 担负起繁重的家务活 因此 他格外理解学生家长们的辛苦 希望到学校来的孩子们 能够珍惜仅有的一点读书机会 他专心致志地讲课 同时也要求学生 要聚精会神的听课 可是 在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的口号下 强调认真学习 无异于是倒行逆施 许多人在课堂上 要么蒙头打税 要么交头接耳 要么对前后左右的人动手动脚 不管是哪种情况 只要被他发现 就要受到惩罚 被扯耳朵 为此 当大字报盛行起来的时候 他首当其冲地受到揭发 批判 我生性胆小 见他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 在他的课堂上 总是诚惶诚恐 胆战心惊 虽然到毕业都没有被扯过耳朵 但是也没有任何出色的表现和值得夸耀的业绩 事实上 我在三年级时滑坡的成绩 并没有在四年级和五年级有任何回升 可是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 谁又特别在乎成绩是好还是坏呢 所以在四五年级的两年时间里 基本上就是跟着光阴走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既然学生要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 学校当然就不能只是上课的地方 除了开斗争大会和一苦思填会 管输恨的教育以外 还要开交牛会 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因为当地人很难区分牛和牛 交牛会其实是交流会 是物质交流大会的简称 通常是公社或城镇公销社的人 把一些日用百货运送到农村销售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 紧缺 许许多多的商品 不仅需要平票供应 而且常常缺货 比如说 买粮就要粮票 买步就要步票 人类衣 食 住 行的基本需求中 一倍至于守卫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知道害羞 尽管当时钞票和补票都起缺 可裁缝们在用料上丝毫不吝啬 把背心做得像短袖 内裤做得像裙子 一点不像如今的服装设计师们 可以放胆构思 却不能慷慨用料 比方说 那些尺寸越来越短的迷你裙和用料越来越少的钉字裤 既难以遮羞 又不能遇风寒 何况 还不知叫多少姑娘受了委屈 多少小伙迷了心窍 借助交流会 学校收获的农副产品换成了银子 让我们去城里看了一场电影 由此 种地的积极性就有了提高 四 五年级的学生 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给庄家施肥的重任 麦子和黄豆 种在一公里以外的荒山上 肥料却在学校的公共厕所里 必须由我们用粪桶咬出来 两人一组抬到山上去 由于山高路斗 行路已经不容易 何况还要负载 可是 动员大会上劳动委员说 人家刘胡兰 1932年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 14岁时牺牲在阎西山君的闸刀下和刘文学 1945年生于四川河川县曲家乡双江村 1959年为维护集体利益被害 年仅14岁 连死都不怕 难道我们还怕死不成 在崎岖的山路上 为防止颠簸 造成粪桶里壁波荡漾 老师让学生将许多树叶 放在有机肥上面 即使如此 当到达目的地时 还是无人幸免于时 不过 想到那样有意义的劳动 又可以成为下次作文的题材了 大家只好认为使得其所 四 五年级里 除了劳动 另一个难忘的记忆是唱歌 其实就是上音乐课 是我最喜欢的课程 教室里没有任何乐器 全凭老师生情并茂地交唱 与其他的课程 比如作用于人理性的算术不同 音乐作用于人的感情 不管肤色 种族 年龄 或文化背景 怎样不同 音乐的节奏与旋律 都能够跨越所有的界限 潜入人的灵魂深处 就像周老师当年交唱的 《诗颂红军》和《情深异常》 即使在三十多年后 仍然觉得余音绕梁 当五岁的小女儿 第一次偶然听见我在电脑里播放 《诗颂红军》时 她说 我好想哭 我问为什么 回答说 我想到了外婆 还有一次 当我在客厅钢琴上练习 欢乐纵时 也是小女儿突然从外跑进来问 这么优美 是什么 女儿既缺乏两首歌曲的文化 与时代背景 也无丰富的人生阅历 但这些都不妨碍她对优美音乐的欣赏 因为她那与生俱来的感性能力 还没有被世故的理性所渗透 异化 可以说 如同音乐的旋律 有许多的东西 比如自然的和谐 艺人的品格等 并不需要刻意去描述 教授 天生就可以感知 领会和欣赏 其道理在于 他们是一种感染 一种情感的表述 因此能拨动心灵深处的情悬 从而引起共鸣 就像孔子在奇闻 勺 三月不知肉味 我常想 如果那些喋喋不休的宣传 和空洞无物的说教 能够像音乐一样 触及到人的内心深处的话 那么无论是施教者 还是受教者 都会乐在其中 人生十字忧患时 姓名粗迹可以修 1974年下 我的五年小学教育 在劳动 歌声和轰轰烈烈的文革中 画上了句点 由于书本知识不受重视 小学毕业生初中的选拔标准 不是考试 而是推荐 严格说来 主要是班主任老师和校长的推荐 六七年前大队没有小学的时候 贫穷剥夺了许许多多的 农家子弟读书的权利 可以当他们获得了 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时 又被时代无情的愚弄了 毕业班里 一大半的人不能被推荐到 公社的中学继续读书 而回到农村 成为现代高玉宝 作家高玉宝的小说 高玉宝里的主人公 开门半学耽误了年华 荒废了学业 使我们不会ABC 不懂书里话 脑袋好像书包一样 空空如也 心灵犹如白纸一样 没有色彩 唯有五年来 在家和学校之间 总共行乘达七千多公里的 漫漫乡间小路 留下了我的脚印一串串 他们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 在古老的土地上 谱了一群普质 难忘的乐章 倾诉着岁月的蹉跎 时代的悲怆 悲见者最聪明 不公平的游戏规则 让我和一小部分人 踩在别人的肩膀上 一只脚跨进了一个 有电的世界 中学就在公社 离家六公里远 手扶拖拉机把路面压出两条深沟 看上去就像战壕 即使是晴天 若不留意也会半根头 雨天时 雨水和泥泞 积在两条深沟里 形成两条小溪 人就只能在 又窄又滑的两溪中间行走 如果脚底打滑 最好前扑或后仰 因为左右都是泥潭 倒下去定会全身覆没 拖拉机就常常陷于泥泞之中 不能自拔 求助于行人 特别是学生 尽管六公里的土路 坑坑洼洼 坎坎可磕 但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 迥然不同的世界 那里有电灯 饲料粉碎机 供销社等 置身其中 仿佛向文明迈进了一步 学校有一个很小的伙食团 不过只为教师提供伙食 进出的学生可以回家吃中午饭 但像我们一样离校很远的人 每天必须自带午餐 我们早上从家里带来的饭盒 先放在一张大桌子上 然后由值班的同学在第二解课后 放到一个口径在一米左右的大锅里蒸 如果自己的饭盒被放在最底层 则有可能不吃被蒸 而是被谁煮 如果被放在最上层 则顶多能被熏一熏 无论是被煮还是被熏 至少还有饭可吃 最快的情况是在整个操作的过程中 一环不慎 饭盒被弄倒了 可又得不到赔偿 那就只能挨一天的饿了 初中的学制是两年 每个年级有两个班 共有二百人左右 教室的地面不再是泥土 而是水泥 显得平坦多了 窗户上有了玻璃 可以挡住刺骨的北风 最大的不同 要算是教室里有了电灯 能见度就提高了 即使是在阴天或下雨天 坐在后排的人也能大致看清楚黑板上的字 另外 不像小学那样吹口哨 火摇铃铛通知上下课 中学借助阵龙发聩的电灵 感觉气派多了 正当我在暗自称颂电的功劳时 忽然间发现他也有令人失望之处 像小学一样 只要是晴天 上午第二节课后 全体师生要做广播体操 然而 不同的是 因为有了电 学校就用流声机和扬声器代替了司令员 这说明以后无论怎样努力 都没门再当广播体操的司令员了 不免觉得若有所失 外表上 中学的基础设施似乎都比小学有所改善 本以为可以放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了 可是 学校的开门办学方针依然不变 甚至比小学贯彻的更加彻底 当时正处在批林 林彪 批孔 孔子 运动的高潮之中 为防止学生成为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论语 微子 的白面书生学校在七八公里外的地方建立了毛竹 别名为南竹 栽培基地 全体师生发扬鱼公移山的精神 将一座贫辑荒芜的山丘清理 开垦 深挖出来 筑起一层层梯田 准备在上面栽种毛竹 但是 就像人需要粮食一样 毛竹需要肥料 怎样解决肥料来源问题 学校公共厕所里的池中之物固然是一个重要来源 但毕竟有限 必须另想办法 那时候有一句口号是放手发动群众 因此 学校就放手发动学生人工制肥 取名叫堆肥 就是堆积肥料的简称 每个学生必须从家里收集肥料 送到学校里来 堆积在一起发酵一段时间 再运到地里去 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不能少于20公斤的定额 但多多一善 学生回家后 都为从哪里收集肥料而发愁 自家的人出份 首先要满足家里的自留地 其次要卖给生产队 哪有白白送人的道理 怎么办 只好去问那些提前完成任务的同学 原来 他们运来的肥料 就是在路边用锄头刮起来的一些表层淤泥 由于它本身呈现深黑色 就显得极有肥效 同学们的杰作真正应验了那句写作文 时常被引用的话 高贵者最愚蠢 卑贱者最聪明 我当然如法炮制 回家刮地皮 可是 接下来的问题是 怎样将肥料从家里送到学校 进出的同学可以肩调 被扛 但我们路途太远 调 扛 背 都不是有效的办法 眼看截止日期临近 心中甚为发愁 所幸 天无绝人之路 邻居生产队的四光人同学家里 恰好有一辆用硬木制造的 手推独轮小车 就是电影 车轮滚滚里的那种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进行平津战役 淮海战役时 中国共产党百万大军的弹药粮草 军衣不协 就是由民工们推着独轮车送上去的 虽然 几十年过去了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 早就使人类登上了月球 但当时 手推独轮小车 仍然是我们那里最现代化的运输工具 我平时就很羡慕 有手推独轮车的人 一直希望哪天自己能有一辆 可以靠它减轻点肩膀上的重担 为了完成学校指定的任务 神明大义的光人父母 答应借出来 供光人和我及另外一个人使用 我们三个人把肥料装上车 由光人推着 另外两人在旁边扶持 一步一个脚印从家里出发 向学校挺进 为了让光人得到休息 我们表面上提议轮流推车 其实是巴布的有机会尝试一下驾驶的滋味 在得到同意后 我被换到了驾驶的位置 当我兴冲冲地把车抬起来 刚要准备开路 不料车就向一边倒去 幸亏他们两人就驾及时 才没有翻车 在小心谨慎地试了几回以后 终于发现了要领 掌握了技巧 由于独轮车只有一个车轮 光靠力气不够 关键是要掌握平衡 力从腰上来 平衡要靠臀部的摆动和脚底的功夫 在歪歪斜斜地把车推出几百米后 就渐渐感到有点得亲应手了 不由地胡刺乱想起来 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 也是推动地球的手 那么推动独轮车的手 该是推动什么的手哦 要不是这次堆肥运动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学会推动轮车 正当我兴致勃勃 在两位副手的保护下 大踏步前进时 突然发现车子变得极其沉重 立即停下来检查 原来是车轮上的皮带脱落了 石铁制的车轮与地面直接接触 增大了阻力之固 刚学会了驾驶 就开始学修理 这就是大跃进的步伐 三个人轮番上阵 在每个人都汗水淋漓后 总算基本搞定 此时 一朵乌云飘来 雷霆之后 大雨接踵而至 身上的汗水全被雨水代替 本来就沉重的肥料 其实都是些泥土 被雨水和汗水浇透了 越发沉重 更不像肥料了 因此 当我们好不容易将它运到学校 请人来过乘时 人家问我们是不是刚从学校旁边的水沟里挖上来的 这一问着实令我们失望 但也帮了大忙 第二年 又堆肥时 我就和家在学校附近的同学攀上了关系 去他们那里刮了些地皮挑着去 而不是从六公里以外的家里运去 一件难忘的事 初中一年级里 除了披临披孔运动外 能记得的就是劳动 特别是开荒和堆肥的经历 虽然不敢苟同劳动创造了人 但可以肯定的是劳动创造了勤奋 使人远离了懒惰 我年仅11岁 就学会了使用锄头 扬铲 十字鎬 钢签 独轮车等生产工具 这些技能的习得 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初中只读两年 第一年还是新生的我们 第二年就成了毕业生 那时 毕业意味着要么升学读高中 要么回乡务农 不像现在的人有许多的选择 诸如升学 留学 就业 待业或复读等 当时的公社初中没有开设高中的条件 只有县城才有高中 如果能升学 继续读书的话 就意味着要从乡下到城里 相当于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如此大的跃进 怎么能不叫人向往 梦寐以求呢 但是 升学的唯一途径仍然是靠推荐 其主要标准是家庭成分和裙带及人际关系 当然 年龄不超过16岁和成绩也是参考因素之一 我祖父在中华民国时曾为官乡政府 但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要成立前市去 而且 家里的一大部分土地被及早卖掉 因此后来平阶级成分时 没有被划为地主 而是被划为老上中农 不过即使这样 在以后的屡次运动中 一大家人还是在劫难逃 有这样的背景 如果没有良好的人脉或强硬的后台 想要通过推荐去成立读高中显然很难 但我从未自动放弃 特别是一件小事增长了我的勇气和希望 那是刚进入第二学年时 原来的班主任可能因为健康原因休假去了 学校从当地请来一位姓童的临时代课老师 担当我们的班主任并教授语文 第一天 童老师来到教授时就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 除了文静 腼腆外 更令人深思的是 一直面带微笑 显得非常良善 温柔 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 经过无数次运动的洗礼 还能笑的人不知很多 他给我们上的最有趣的一节语文课 是鲁骏的 空一几 按照以往的惯例 在讲解以前 老师要将课文朗读一遍 但是他却别出心裁 让自己扮演课文中掌柜的角色 又从同学里挑选了几位分别扮演 孔一几 火鸡和顾客 几个人身临其境似的朗读 一改过去沉闷的课堂气氛 着实令人耳目一心 特别是他那一阳顿挫的孔一几 还欠十九个钱呢 一句 在时隔三十年以后 仍然记忆犹新 和语文课密切相关的是做文课 每两三个礼拜上一次 总是由语文老师负责 在做文课上 老师给出作文的题目 然后点名中心思想 轻描淡写的提示行文的结构 最后定下收集作文的日期 以往 好的作文和不好的作文 老师都要选出来 再班上亮相 虽然对不好的作文 不点名作者是谁 但是过后 有的人从偷看别人的作文本就能明白 并把它作为取笑和挖苦别人的素材 同老师来后 只选好的作文来读 而且不提作者是谁 免得让人产生表面上是在肯定 激励少数 实际上是在否定 贬低大多数的猜测和嫌疑 事实证明 这一改变使得大家可以放开手脚 大胆构思 小心作文 有一次 作文题目是既一件难忘的事 要求大家继续生活中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周后 在某天早晨的早读时 佟老师带来一篇作文 在班上朗读 去年冬季的某个雨天 我在上学的路上不小心摔了跤 被泥泞弄脏和打湿的裤子得不到更换 使我不敢在课间休息时随意走动 只能一直坐在板凳上 靠身体散发的热量慢慢将它们烘干 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 裤子上的水迹才逐渐退去 当瑟瑟发抖 鸡肠碌碌的我走进食堂时 却发现我的饭盒被人弄倒了 中午饭倒进了蒸锅里 算是真正泡汤了 我就在上午挨动 下午挨饿中 度过了难以忘却 即寒交迫的一天 此时 全班哄堂打笑 打断了它的朗读 我低头不敢正视 心里后悔素材选的不恰当 只好认了 好在没有点名是谁写的 但转念一想 他平时不知只选好的作文来读吗 难道是方针变了或者是 我的心犹如十五个吊筒打水 七上八下 待他阅读完毕 笑声也嘎然而止 终于聆听到他的评论 他要求大家以后写作文 就该这样从生活中发掘题材 简单朴素没有关系 只要是真人 真实就好 不要套话连篇 无病呻吟 那样定是空洞无物 我高兴地一下子支起腰 抬起头 与他四目相对 他似乎在说 不要担心了 我并不是在出你的丑 我的作文第一次被老师认可 称赞 也就相当于是我本人首次得到了肯定 这又一件难忘的事 不仅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感到高兴 而且树立起了对自己的信心 不找老师的课让人觉得难熬 但同老师的课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就结束了 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与别人不一样呢 想必是在读书无用论的思潮之下 多数老师即使有热情和激情也经不起岁月的消耗 早就燃尽熄灭了 而他充满青春的活力与朝气 使得课堂生动有趣 大家自然就听得津津有味 另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对我们认真负责的态度 虽然只是一位代课老师 但我感觉到他好像非常珍惜这个教书育人的机会 在尽心尽意地想办法叫我们一些东西的同时 也在努力提高自己 没有不成功的学生 只有不成功的教育 唯有在被肯定 重视 欣赏的前提下 人的才智和潜能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 同老师代课仅几个月 班上的学习 劳动 生活风气就比以往大有改善 特别是作文中高研大志的言论 得到意志 而朴实无华的文风得以提倡 我后来又写过几篇被他认为不错的作文 在班上亮相 由此引起了他的重视 为了让大家准时完成作文 他分配给了我一个任务 就是负责收集和发放作文本 这一任命不仅使我对作文不敢掉以轻心 而且对其他的课程也重视起来 因为我十分清楚得到班主任老师的重视意味着什么 虽然他只是临时待课 但如果原班主任回不来 他将要把我们交到毕业 要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有可能被推荐上高中了呢 事实证明 不仅我在这么想 其他的人也这么琢磨 因此 我很快就成了一些人防范的目标 世上的事 总是不尽人意 事与愿违 所以人们才常常把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等比飞机失事 可能性还小的住院 随意免费送人 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 还没有结束 批邓反击又轻翻暗风的运动 又在1975年年底紧跟而来 和每四年才来一次的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相比 我们的政治运动不仅周期短 持续时间长 而且明目繁多 当然 不管运动如何花样翻新 其本质都是要在人群中 划出分界线 制造分野 挑起事端 播种仇恨 而且 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 还使国民产生了 由反感 顺从 最后到依赖他的心理 无数人被运动 整得家破人亡 更多的人则被夺去了 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 行为取向上 不知道何则何从 任凭外来的权威 肆意奴役自己的精神和灵魂 有一天 开完批判会后 在学校的操场上和同老师相遇 恭恭敬敬地向他打招呼 他突然问 你爸爸是不是在公社兽医站工作 我一下子感到很突然 但马上就回答是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并说 你们的班主任老师快回来了 说完之后 就转身离去 我在惊恶之余 忙给他道再见 心里一下子却觉得空空如也 无精打采地回到了教室 居然坐到了别人的位置上 也毫无察觉 果然 元旦后不久 原来的班主任就回来了 在交班前的最后一堂语文课上 佟老师抛开教材 要我们学习刚发表的毛泽东诗词 念奴交 鸟儿问答 他在朗读之后 就开始在黑板上抄写 并要我们也记录下来 诗词的上却是 昆蓬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扬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成锅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下倒 蓬奸雀 怎么得了 哎呀 我要飞跃 佟老师在黑板上的运笔 是那样轻松利落 其工整而秀丽的楷书 无疑再向我们传递 深交重于岩礁的信息 夏却以借问君去何方开头 我没有胆量问他归向何处 但想必不会是仙山穷阁 在农村还没有电的时代 不管去哪里 往往就是一别行千里 来时未有期 我不由得思绪万千 直到下课的铃声响起来 此时 他从讲台上走下来 讲解完最后一句 是看天地翻覆 他要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以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作为对我们的临别赠言 目送着他迈出教室 直到墙壁挡住了我的视野 年少不识仇之味的读书狼 头一回真实经历到黯然神伤 第一次深深体会到怅然若失 佟老师刚走 周恩来就试试了 学校随之将重心转移到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中 我们都忙于写疤古文 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直到放寒假 1976年春节过后 时间就很快进入初夏 我们初中毕业就在眼前 为了赢得上高中的资格 班上干部们的明争暗斗进入白赤化 我想到了上个学期 佟老师在操场上问过我的话 于是就将自己的处境 向在公社受一站工作的父亲做了回报 寄希望于他能为我想想办法 但父亲告诉我他和学校的老师不熟 并说即使读了高中也要回去当农民 到此 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可想陷入了船头上跑马 有腿无路的困境 终于到了上最后一课的时候 但内容不是 Alphonse Dovet的最后一课 La Deranier Class 而是一颗红星 两手准备 在宣布升学者的名单前 我们都被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地开导 无论是升学还是务农 都是革命的需要 平时怕点名的人 那天恐怕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叫上 首先听到的是两个大队书记女儿的名字 接下来是班长 劳动委员 文艺委员 学习委员等 没有被念到的人都希望名单再长些 屏息宁神的静听 然而 当班主任的声音消失时 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上了名单的人也许正在极力压制内心的激动 喜悦或许还有些不安 而榜上无名的人定会是无比的失望 伴随着内心深深的伤痛 但又苦于找不到发泄的渠道 就在这此时无声正有声的时候 教室外忽然响起了哀乐 广播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阶级革革命家 朱德同志不言而喻 继周恩来逝世之后 我们又失去了一位领袖人物 设计如此不幸 难道真要天地翻覆了吗 幸运者谈官相庆 落选者带着对老师 学校还有那个制度深深的失望 在北奔交加中无精打采的散去 往常回家都是三五成群 但那天我有意独行 想把自己的脚印深深地留在 最后一趟回家的路上 往日归心四肩的心 变得出奇地沉静 两年前我充满希望而来 可如今归去时 却是空空的行囊 这无疑是因为初中读完了 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进成读高中 或者都回家种地的缘故 虽然当时的教育形同虚设 读完两年高中后 还是要回乡当农民 然而 封闭 守旧的传统思维 不能认识到脱离那僵化 呆板的教育模式 未尝不是一种祝福 反而认为 那是人生价值的肯定与认可 因此 一想到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重返校门 登堂入世的机会 就不仅使我绝望 而且产生了惧怕的心理 害怕其他的东西也会在瞬间被夺去 忽然间 我对平时熟视无睹 习以为常的事感到十分的亲切 不禁流连忘返 时时正值夏天 平常觉得火辣辣的太阳 似乎温柔了许多 周围的一切都突然显得格外美丽 从南方回来的燕子 在新翻过的田地里觅食 忙于养儿育女 光着身子的木童们 骑在牛背上 将稻垂于河边的杨柳 遮下来编成帽子 戴在头上 在河水里嬉戏 喧哗 绿油油的稻 迎风摇曳 像是在招手致意 农民们正在拔草 除败 施肥 田地里 呈现出一派繁忙 充满丰收的景象 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 一阵凸凸凸的手幅 拖拉机轰鸣声 由远而近 打乱了我的思趣 拖拉机后面 是黑烟缭绕 尘土飞扬 顷刻间 使眼前心旷神仪的美景 消失的无影无踪 现实的窘境 告诉我 走完今天的路 从明天开始 就要田鼠走亲戚 土里来 你里去 终身劳苦 真奥回以前 没有十分珍惜 读书的生活 任凭岁月 在身旁 如白举过戏般 飞逝而去 福西追金 不由地感慨 人生当中 许多绚丽斑斓的景色 并非在未知的将来 而实在已经流逝的过去 遗憾的是 我们焦虑不安的心 很少珍惜当下 总是不加思索 毫无根据地认为 明天会更美好 如今我不仅不敢面对明天 也无法接受今日 因为邻居生产队里 有两位同年级的女同学 被成功推荐上了 相比之下 无形当中 再次否定了我读书的才能 和搞裙带关系的本事 他们一到家 消息就会不禁而走 今天晚上 会有少数几个家庭 双喜临门 一是为重选的人 而欢欣鼓舞 二是为其他人的落选 而暗自窃喜 也有少数几个家庭 会雪上加霜 一是为自己的孩子落选 而气馁 二是因他人的孩子 重选而难受 当然 更多的家庭 则要对落选子弟们的失败 而幸灾乐祸 对没有内在的原则 与信念 不能认同自身价值的人来说 只有在看到别人 遭难的时候 自己的幸福 才依稀可见 明天 到生产队里劳动时 关心他人 比关心自己为重的乡亲们 定要让我羞愧难当 我们的文化 使人们养成了 极度成功者 比是失败者的习惯 一个被学校拒之门外的人 同样也不会受到生产队的欢迎 此时此刻 才想到两年前 小学毕业就被赶回家的同学们 要不是他们的昨天 变成了我的今天 又怎能同情和体贴他们受苦的日子 遭难的岁月呢 若不是在亲身经历了 如何沦为教育的牺牲品之后 又怎能回过头去 反思和检讨体制与规则的弊端呢 喂 今天咋个浓么早就放学了 一个正在田里离地的同乡 招呼我 打断了我的遐想 使我从白日梦里醒悟过来 抬头一看 离家只有一见之遥 真是近乡情更切啊 平时觉得很长的路 那天显得出奇的短 然而 眼前的事实告诉我 两年初中到此为止 总共五千公里的路已经走到尽头 如果加上五年小学的七千公里 七年初等教育结束时 我在学校和家之间 共步行了一万二千公里 倘若做的是直线运动的话 相当于从北京走到了纽约 然而 往返的曲线运动 最终还是在空间上回到了原点 刚一到家里 母亲就从屋里出来 和我在厨房与寝室之间的中屋相遇 开口就问 有没的你 你有没有被推荐读高中 我低头无语 他默默无声 我们半依在墙边 久久没有任何语言 唯有心在哭泣 我只是为诗学 丢面子而伤心 还不知道将来的生活是何等艰难困苦 道路又是何等坎坷曲折 但他十分清楚 我将要面临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磨练 可能会令我难以忍受 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 不甘心我的结局 但又实在是束手无策 爱莫能助 我在不满十三周岁的时候 就读完了中学 离十六岁以上就不能读高中的规定 还有整整三年之差 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的指示 加上多 快 好 省的政策大大的缩短了培养接班人的年限 使我不至于在学校里虚度年华 北极型的教育扭曲得难以矫正 读书无用的思潮 使大脑的储存空间 没有被虚伪的缩脚塞满 所以 在后来有了真正读书的机会时 空空的心 才能够像干枯的海绵那样 贪婪地吸收知识的 穷江河技术的养分 开门办学的方针 使我没有被训练成硬食能手 从而沦为种地不如老子 父亲 养猪不如嫂子的无用闻人 推荐的规则 把我从僵化呆板的教育体制中 踢了出来 使我没有被更进一步的童话 失去自己的个性 变得迟钝和麻木 以致无法再点燃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火焰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学校里 堂而皇之的灌输的不平等思想 和阶级观念 倒是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完全吻合 因此 当我们走出校门后 不会因为学校与社会的教育没有挂钩 从而感到失望 迷惘 甚至认为被学校所欺骗 然而 缺乏平等意识和博爱精神 缺乏对每一个灵魂都必须尊重的教育 不仅没有培养读书人高尚的情操 宽阔的胸怀反而让其事冷漠大行其道 使一些人率先学会阳奉因为和投机取巧的本领 事实证明 当良善 诚实 正直和仁爱远离我们以后 无论是进城读书还是回乡重地 没有人能够真正受惠 得意 每个人都要为那样的教育买单 像所有出校门 入农门的同学一样 我们七年初等教育的最后一门课是 承认现实 接受失败 我此门功课的成绩合格 顺利毕业 得以继续面对和经历不公平的世界 不平等的命运 因此 当有幸升入高中的同学 背着书包和行李 迈向都市的时候 我扛起扁担和粪桶走向田野 跨进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在那里 只有一门功课 苦难